我是挺喜歡拍愛情劇 所以在愛情的世界裡 很多的感覺 或者很多在劇本寫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很深刻的感受 我會挺享受 在戲裡那種很甜蜜 因為寫的時候永遠都可以很甜蜜 兩個都很好 拍這套編劇 他們問了很多我一些感覺 一些感情的東西 所以去到收到劇本 去到真的投入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在裡面了 在台灣有一場戲 就是我穿著試的婚紗 然後在後面抱著我 那場戲其實我是準備跟他分手的 當他抱著我的時候 我的眼淚是忍不住流下來 因為他在我後面 你也要讓他感覺到你是開心 我為什麼令到一個可愛的人 我不想令到他傷心 但其實我很傷心 另一場就是我們在商場裡 情景會有一張床在那裡 我們兩個就需要躺在這裡 一躺下去 那個愛就立刻出來了 不知為什麼 那一刻是否很真實 在這套劇裡 我和《保護王好順》的默契和火花 是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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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一直增加了下去 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歷 進來一下 我 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而爱 谁说明不会抢手 陪着你一生到白头 都能 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 陪着你走 一生一世也不分 天天偏出凉伤足人 过千山过千海 如果走到这世界变断 我两意识无力前行 跟我一起飞去 陪着你走 一生一世也不分 天天偏出凉伤足人 过千山过千海 如果走到这世界变断 我两意识无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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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和Cherry的爱情 是非常吸引到观众去追 而且很可歌可歌 当初收到这首歌 陪着你走的时候 很害怕唱得不好 或者没有自己个人风格 当然自己也很喜欢他的旋律 最后监制跟我说 家宜,你放松一点唱 放松一点演绎 然后再想想一些很甜蜜的东西 例如想自己的家人 或者爱情 尽量用一个很甜蜜的感觉去唱 而这首歌刚刚配合了 随便和Cherry的爱都很甜蜜 每次当他们有些爱情线发生的时候 就会播出这首歌 是一个很合适的组合 所以我也很庆幸可以唱到 《陪着你走》 当监制跟我说 我们选择了这首歌 是在你们的故事之中 我和王浩迅都一起去听了 是这首歌 到后半段的时候 每一次我和他的戏 我都会听着这首歌入戏 和他以前的所有画面都会出来了 这首歌会帮到我很多了